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5月8日星期六的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沙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到来,继续讲讲电子消费券的风云 虽然我们《望向编辑部》基本上我们六个人都没有用 例如我,台阳,社长,家产生,基本上也申请不了 不过都很关心这件事 我们不会那么坏的,我们拿不到的 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不要用了,怎样怎样呢 买什么,买什么,最好只有一天,一天就要用完 最好,什么分多少次,我们不会那么坏的 我们看到大家有得用,我们都是开心的嘛,是不是? 看到香港社会回复正常,或者大家过正常生活 都是乐见的 那也可以再想说一下,这个电子消费券方面 还要结合这些什么支付宝啊,甚至乎微信支付啊 八达通啊,他们这些黄友呢,暂时真的屁都没有放下 当时呢,他们说到今时今日呢,还在说安心出行呢 什么,会透露了那些人的行踪啊,什么间接,帮政府监控那些人啊 如何如何啊,有些人还继续坚持不做什么晚事啊,继续做外买啊 因为不想配合这个极权啊 但是这个电子消费券呢,他们真的完全没有说啊 其实相对地呢,因为他知道你哪一个人去登记,哪一个人去买多少钱的 哪一个用剩多少钱,如何如何呢 他完全知道你是去哪里买东西啊 是不是? 但是他们没有出声,没有说监控的啊 其实正确来说呢,他们的理论要说是 用这些消费,监控了你的生活,你的买东西 你究竟有些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又不说监控的,为什么呢 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有没有盲友能够解答到我呢 其实没有啊,对不起 是不是? 他们是说一些,凡是有利自己的条件,就说到最尽 一般都是这样的 什么监控,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监控的 把这些资料送上北京,说到大一大,其实目的都是骗人的 如果今次电子消费券,那真的有机会的啊,是吗? 因为他有微信支付嘛,有支付宝嘛 那这两个呢,基本上呢 这些资料到最后呢,都是给他们两个有关的公司呢 那一定会的啊,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哪个买了些什么,怎么扣钱啊 又要给你什么优惠,如何如何 但是,这就是一件事先啦,这个真的不说了 真的太出奇了,没可能的事来的 安心出行呢,其实那些资料留在这部手机呢 你已经觉得呢,又疑患似真啊 又说那些资料送去哪里哪里,才是台阳所说的 但是这个呢,直接摆到明的啊 知道你消费去哪里哪里的啊,是吗? 啊,这里呢,他们又完全神隐了啊 哎,好了,那先说回先啦,说回核心是什么呢? 更加多的细节呢,接下来就会尽快地公布了 那其实为什么不公布呢?为什么等那么久呢? 财政司司长呢,对于这个首次在香港派的电子消费卷呢 他们自己都是要摸,因为每一个地方呢,那些人的消费习惯啦 还有他们那个要求,需求社会的状况都不同 算是叫做微调翻呢,因应香港的情况的环境呢 有些位不要说那么死,甚至乎有些可能之前说了,现在都要改变,都没办法的啦 这样呢,才真真正正呢,是叫做为香港市民的福祉呢,来去安排 不是说,哦,我想都是这样就这样的啦,你不要说那么多意见啦,我给你就用啦 说了每个月一千元五个月,那就可以了 都是那一句啦,香港政府呢,是真的会有从善如流的,这个要公平点说喔,是不是呢? 财政司司长啦,今天就去电台那里接受访问,都 对于钱那方面,大家香港朋友都是很紧张的 虽然说电子的叫做消费券,但是都真的可以用来买东西可以用的嘛,是不是呢? 他说,听到不少市民的不同的意见啦,说来着电子消费券呢 不会呢,再叫做分五期发放的,不过,也不是一次过给了你喔 他说,哇,正,可不可以一次过给了我? 然后我贴一点呢,就可以买电话,买手机那样的 这个呢,就未知,这个不会一次过给你的 还有,那个期数呢,就不会是叫做分得太多,其实给你也可以的,给了你,你可以,可以有累积呢? 那那之后就再跟大家说了喔 重点想说的就是说呢,之前就说什么,一个月就要花了那一千啊,又这样,那样啊,花了五个月就刚刚好五千喔 现在说,大原则呢,是要尽量兼顾到不同的市民的需要 会延长电子消费券的使用期限 让市民有足够的时间去用它 这样才不会令市民损失的 香港的朋友很多时候都在说损失的 很怕损失的 这个是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共同拥有的价值观 就是习书行头就惨过大家 人人都去,你不去很亏,亏底 我不是刻意去说哪个地方的人 不是比高尚与不高尚 这个是观察社会现象 为什么呢?我想说一下 台湾有两个地方我都曾经见过 一个呢就是在高雄的博弈艺术区 我都好像有带过大马sir去的 博弈艺术区 就是什么时候呢? 走到好像面向码头的最左手边 走到最尾尾那里 有一只鳳梨酥叫做微热山幽 我想香港很多朋友都听过的了 如果你问我呢,我都觉得颇贵的 是一件颇贵的,那不要紧 他们在这个博弈艺术区呢 就有一个,一间铺 主要来说,他又不是想做一间铺 他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桌子和椅子 都做得很简约,很舒服的 有些木制的桌椅子做得漂亮的 你坐下的时候呢,他就会问你 他就会倒杯茶给你 一杯乌龙茶 然后呢,就再拿一个鳳梨酥给你 拿一个小小的木盘捧给你 那你会问,咦,不用钱的 你坐下呢,他们会请你喝杯茶 吃鳳梨酥 那你说,我出去再进来吃 那你自己好不好意思呢? 那你说,咦,这么有趣的 打开门口,让你喝就吃 他就想推广他的鳳梨酥给你试一下 那你吃过觉得OK的 那你想买的,那你就买 那你吃完他那个,基本上都会买的 那当然,如果我这样计 我自己,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 我都想买一盒或者看有什么新产品 那吃完的,如果买到就买 我都试过没买到的 因为我家附近都有一家微义山幼 所以其实我没需要去高雄买卖 托一行回家,只不过我带些朋友去 那我顺便坐下,喝一杯,吃一件 我自己的面皮也是搞薄的 我都会很自动买一盒 都爱支持一下,小小地 每个地方都要做生意的 不过会不会有些人喜欢吃一天不太吃呢 这个我相信,都不排除有些人做的 有一间也叫类似的,那个叫做凤凰山还是凤梨山 都是这样的,你在门口排队,因为那间比较人多一点 因为是旅游区,你排队进去的时候,他会坐下招呼你吃一个凤梨酥 又给你一杯东西喝的,有冰茶还是怎样的 他又会讲一点自己一间凤梨酥的种菠萝 好像以德台阳的头那样,外面全部都是以德台阳 很多以德台阳都冻在那里,那你就可以 除了有凤梨酥,会有什么菠萝酵素,菠萝飲,菠萝雪条 你面皮薄的,吃完听完,说完,凉完冷气 那你可能你不多的,你买一杯菠萝汁买一杯喝也好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蝕底这两个字,究竟在香港的角度呢? 我们都明白的,哇,两元碗豆腐花 之前有一家吃的豆腐花,不买就蝕底了 每个人都去买,就是这样的 买呀,冲呀,就是这样的 再者,那些美食节都是这样的 看到有个阿沈不是夹那些一元的龙虾 哦,是呀,那个好笑 夹到鸡手鸭脚之后 他拿了手都自己拿,还说这个坏 为何要这样做呢? 为何要这样做呢? 都是这两个字,蝕底 一元一只,我几个都夹了 我拿了手拿,都要不要蝕底 龙虾的阿婆? 一元一只龙虾的阿婆? 阿沈啊,还没到阿婆 不要说阿婆,还没到阿婆 对不起阿沈,阿沈 我错了,我错了 他说你那个鉗坏的 是呀,你的鉗坏的 你还阿婆,到时候你回来香港 那个鉗夹你,夹夹夹夹 烧发红,夹你个红仔 那回来了,讲这个电子消费券 有人问到,究竟可不可以留到明年新年的时候 办年货才用呢? 那现在陈茂波就说叫做有得想 来做这个叫回应 哦,是呀,不得我 是呀,始终大家都知道 从逢春叫做过新年的时候 年关难过,年年过 过新年要买这么多东西 曲奇饼都要买到几罐 可不可以留到那个时候才用呢? 那我感觉上不用自己硬这么多出来 不是用不到,每个月有一千 就是多多五千元,一千元一千元一千元 那样的话,不是用不到 只不过呢,所有人都是的了 喂,我用得不懂得其所的 用不适合位的,那就很吃虧 都是那两个字 我们今次的重点就是叫吃虧 大家听到这句就心安很多的 就知道自己不会吃虧 好了,那么现在 到最后也讲到 这个计划 暑假初就可以叫做接受申请的 应该会经过电子渠道 登记 哇,厉害了,搜集了这个资料 你这么贪心要拿这五千元 其实应该不要用那五千元 他们是吧 不要用啦 用来干嘛 那些资料都被人收集了 你买过什么 以后什么人都知道的了 很危险 千万不要用 千万不要登记啊 上这个网啊 哇,你按了 可能你家里的电脑的镜头 都要超级打开 看你的样子 神经病 喂,你讲到 遲些可能心之父 哇,会不会将你的支付宝 到时候有些什么资料 可能啊 连你之后的交易 都偷了数据啊 那不用偷的 他真的有些数据 知道你的数据 还是怎样怎样 哎呀 这就是一件事了 他们没有讲这些 那些才是危险 我就在想 为什么真的不讲呢 我还见到一些朋友 真是很搞笑的 那些什么安心出行的 那些呢 他真是坚持不用到现在的 真的吗 是啊 现在都不用 现在都不用啊 有些黄 啊,好惹哦 可不可以那些网友 说一下给我听呢 如果真的完全地 当然啦 去政府部门去不去 例如什么政府合处 印象中好像是 现在一定要有些东西的嘛 那究竟会不会 他有些什么地方 是真是很不方便呢 还是怎样呢 是不是出了商场都不行 因为我见到 游山换水呢 就是行山了 嗯 这个 挺有趣的 真的 真是服 啊 有信心呢 在这个暑假里面呢 就叫做 发放第一期 到时呢 买文具给小孩 书包 那些都好啦 是不是 买个小白熊 钓色钓 书包都要啊 买个小白熊 笔袋 也都说了 如果用写实体表格呢 的市民呢 就会较慢呢 才拿到这个叫电子消费券的 因为到时都可能要拿回人手啦 去看你的那个券 那些表格是否写错 还是怎样的 接着再说了 电子支付呢 都是发展的大趋势 市民啊 和商户呢 都应该叫做 拥抱啊 拥抱这个技术 相比起啦 相对起来说呢 真是国内呢 这些叫做电子交易那方面呢 真是厉害到呢 虽然说他是乞衣啊 都免得拿钱啊 你都这样就OK啦 拿着个QR Code 就可以拿钱了 pizza那么大个 是啊 整个pizza那么大个 放在地上那里 就奉指乞食 那些乞衣就是这样 那你就可以给他多钱了 乞衣都可以 那我见过有些是铺子呢 你那个厉害的程度去到 你买东西呢 好像便利店那样啦 就不是很大间啦 你买买买买买买 你把东西都放在楼上 你跟着你可能进了胶袋 还是怎样好 你趁着这袋东西 离开那间铺子的那一刻呢 那就OK啦 那就会帮你扣到钱的啦 就是连那个人都 就是连那个收银的都不在那里 那你偷了那间铺子的东西 怎样怎样 你觉得会成功吗 这个很基本的 就是那个速度 就是和那个电子付费的那个 那个方便程度呢 是去到这样的 那间铺子不需要有些职员在那里 那当然了 你找到他找到 买不到他买不到就走咯 这是一件事 那好了 我们暂时呢 这个电子消费券 就先说到这里 其实都是个喜讯来的 如果大家到时候留到过新年 那就相当不错了 是吧 这次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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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